因為我們第一次上課是4月13日 這邊都有日期 然後到6月1日上個禮拜 那今天的話呢 第9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把資料下載 等於是說爬蟲的部分再延伸 那其中有一個部分是寫到資料庫 不過因為寫到資料庫 這個可能蠻花時間的 所以資料庫我前面講過的東西 那我有些部分就略講 那剩下來的部分就是請各位回去再練習 包含就是說怎麼樣結合爬蟲 爬蟲的話其實主要是利用那個 有個模組叫Request Request裡面有個方法叫Get Get後面你給它一個網址 它就會幫你把網址裡面的資料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話 如果它裡面是什麼CSV的話 那你會發現CSV它結尾就是豆點 尾巴一定是換行 有沒有 豆點換行 豆點換行 所以呢如果你把這些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當然喔 剩下來就是你要去做一些處理 包含切割嘛 有沒有 切割的話就是用Sprinter 那先切什麼 先切尾巴的換行 再切中間的豆點 等於要切兩次啦 至於怎麼切 我想回去你們就是多練習 因為這個其實應該聽得懂 但是問題要做出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懂跟做出來可能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常常很多時候你懂了 但是你做你會發現好多問題喔 為什麼 因為你不夠熟練 OK 有些東西喔 我上課講過了 你可能沒辦法馬上記起來 而且你會發現程式每個地方喔 要需要記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只要你有個地方漏掉 很抱歉 你就是有BUG 所以怎麼辦 就是要 這個我說真的 就是要花時間啦 你說我自己寫程式難道都不會有錯嗎 不可能 也是常常出錯 那怎麼辦 反正呢 就是要花時間去把它記下來 然後呢 重點啦 所以有些東西已經放在雲端上面 你就把那個程式碼來比對一下 大概就知道你錯在哪裡了 那下一次就避開那些錯誤就OK了 另外的話 你寫完之後 建議就是說 因為你可能不是工程師 每天寫程式的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個辦法 你可能幾個月之後 你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拿一個範本來修改 所以我一直強調啦 假如你每天寫程式OK 因為你應該要熟 但問題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要想個辦法 下一次要用的時候 你要能夠馬上恢復那個記憶 那其實有點困 像我以前也常常 有一段時間沒用某個程式 像Java 我可能很多年沒教了 不會怎麼辦 所以我有一些影片 我都看我幾年前 我做幾個月前教的影片 也就是說 怎麼樣 我的過去告訴我的未來 應該要怎麼去 怎麼去教這個課 有沒有 所以我之前可能上過 不代表我幾個月之後 還很熟悉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幾個月前有錄影 我就把幾個月前的錄影 打開來看看 第二個的話 雲端上面有一些資料 所以我每次上課之前 我都會再看一下 我幾個月前上過的課程 上面的程式 有沒有需要變動 或者有沒有需要調整的地方 OK 那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 我是建議想方法 要不然就把照相 有沒有 拍畫面 要不然就是做筆記 再不然你可能學我一樣錄影吧 好像我最早也是 我做過一遍 我先把它錄下來 成一個檔 也OK 反正以後 你只要遇到問題 你不要找不到資源就好了 因為其實程式很需要支援 如果沒有支援 哇 那從頭來真的是 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礎 你會發現 就很簡單耶 有沒有 老師有一些範本 老師範本還做最快 改一改就OK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很多同學 常常會問我 老師 你接近有沒有教什麼新課 有沒有什麼新的範本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OK 然後他就可以拿來用 趁之前有同學要去面試 有沒有 他換工作 他找我 因為他 有些程式類的工作 需要DEMO 就是你面試的時候 需要DEMO給主管看 他就找我要一些Sample 老師最近要什麼新的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 他就拿我的Sample去改一改 居然就上了耶 OK 真的沒有 OK 反正 有些東西 就是說 人家要看的就是說 你證明給我看 因為大部分 有些面試的時候 大家都說會 你真的會嗎 你證明給我看一下 那證明的方式很簡單 就秀一下 OK 你秀可以 沒問題 那你明天來上班 你秀不行 那可能就拜拜了 沒辦法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再來就舉另外一個範例 下載那個外匯資料 那這個外匯資料的話 在那個0601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其實也是開放資料啦 開放資料裡面的第幾頁 我在那個0601裡面的第五頁地方 這邊有一個連結 每日外幣的參考匯率 那這個我自己也蠻常參考的 因為 我有買了一些外匯 因為最近 那個因為馬上聽到那個 美國聯準會要升息 而且一升就升兩馬 我想說哇 而且他要縮表有沒有 那可能呢 應該 那個什麼 美元應該會升值才對 所以我覺得在很低的時候 二十七大買 買多少 買很多就是 買很多啦 OK 所以呢 真的買了之後 就感覺 哇 每天一看又漲 漲 所以呢 那上禮拜我們那個匯率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好像就是這個程式 亂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 我從大概四月吧 大概開始說要升 要那個 之後啦 其實前面有一段 應該是二十七多 然後就漲漲漲漲漲 漲到二十九 點八 有沒有 然後呢 二十九點八 最近 從五月十二號吧 哇 一下子跌跌跌跌到二十九點一 想說哇 那時候就有個想法 二十已經 掉了一塊 哇 那感覺好像是不是會一直掉 不過還好我心臟夠強 算了 放著就好了 本來還想繼續再買 就沒想到隔幾天喔 從那個五月三十一 有沒有 哇一路漲上去了 所以到六月七 今天還在漲 還在漲多少 不知道 不過我當然不是專家啦 我只是 我只是覺得 這個應該是可以投資的 所以買了一些 而且最近 美元的定存 它利率其實蠻高的 所以我想說放著嘛 至少比台幣還好 OK 那所以 上個禮拜我用畫圖 那畫圖其實非常簡單 還記得吧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其實是用了一個套件 叫 MaxPyLab 那這個套件的話 主要需要提供給它 兩個資料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橫軸 橫軸的話就是 這個AXO的部分 所以喔 這邊的話有沒有看到 這是AXO的資料 那這個是Y軸的資料 所以其實以後你要畫摺線圖 就提供給它兩個串列就可以了 有沒有 也許一個串列叫ListX 一個叫ListY 那你提供給它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畫出這個摺線圖 預設就藍色啦 如果你要畫顏色 其實可不可以 那線條預設是實線 你要虛線可不可以 你可以再改 其實有點類似像 你們畫那個AXO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那個圖 道理是一模一樣的啦 而且喔 觀念啦 像那個什麼圖例啦 等等的相關的設定都一樣 差別的話 AXO是透過法處去選取 有沒有 但是在Python裡面呢 是需要下指令的 也就是你需要寫程式 差別在這裡而已 那AXO裡面呢 它的資料是某一欄 有沒有 某一欄 比如說你某一欄是這個什麼呢 XXO 有沒有 某一欄是Y 那你用選的就好了 但是呢 在Python裡面呢 你是必須要用串列的形式給它 所以呢 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是 把資料先抓下來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它提供給我們是一個CSV檔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在這邊的話有個CSV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下載 如果呢 當然你有幾種方式啦 你可以把CSV 當落下來再打開 打開的話就是把它當檔案來處理 可是呢 我們今天的 上禮拜練習喔 不是要打開檔案 而是直接呢 從它給我們的網址 這個網址喔 去抓下來 所以第一步的話 上禮拜其實在這裡 其實我們上禮拜的那個程式在這邊 第一步喔 就是info一個什麼呢 一個request 它裡面有get方法 有沒有 然後把剛剛那個網址貼到這邊來 然後encoding的話呢 就編碼方式 你會發現它的編碼方式是big5 那big5對應到的名稱就是CP90 所以它的encoding 編碼方式呢 就是用CP90 如果你沒有改成CP90的話 它會亂嘛 然後呢 資料就抓下來 那抓下來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CSV檔案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我們再切割 所以剛剛講過第一步 切割換行 那換行部分有兩種 一個是反斜線N 一個是反斜線R加反斜線 然後呢 再去切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次是切什麼 切那個 我們的換行 有沒有 那第二步的話呢 是切我們的什麼 豆點 有沒有 OK 所以這個是換行豆點 那切完之後呢 就分開來 分開來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只要取第一欄 跟第二欄的話 那我就說中瓜乎0 中瓜乎1 有沒有 那我就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 本來這個資料 本來的這個資料呢 它很多的一個欄位 那我只取其中兩欄就對了 那取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做什麼呢 產生這個X跟Y 怎麼產生 上禮拜講過 跑個回圈 然後呢 把它串接 那中間其實 取得的那個 日期資料呢 因為它非常長 所以我希望把它縮短 縮短成什麼呢 縮短成只有月跟日 而且連前面的0都去掉 因為為什麼 因為怕塞不下 所以呢 我就是 取我要的資料長度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在 把那個資料打開看一下 日期部分 另外的話就是它一個地方 資料部分 它給我們的 這個這個什麼 匯率部分 它給的時候呢 是給文字 所以記得要把它轉型 這個地方可能要轉 如果沒轉的話 畫出來的圖會怪怪的 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那個 這個套件 去畫圖表出來 那如果你要畫折線圖的話 就是用這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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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是紫模組 然後呢 因為它的檔 它的名稱太長 所以給它一個別名 別名的話 取PLT PLT 裡面的話 一個PLT 然後呢 你就給這兩個 這兩個 串列給它 它就幫我 秀的話呢 那就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圖給秀出來了 大概原則上是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們上個禮拜練習的這個範例 第一個就是抓資料 第二個切割 第三個的話呢 產生兩個串列 然後為給這個 MathPyLab 就幫我畫出來 大概原則上 流程是這樣 細節部分上個禮拜有講 所以請各位 可以再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稍微複習一下 不過上個禮拜 我們好像最後有講到有一個 就是 用那個Pandas 存成Excel 欸 假如說 如果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上個禮拜 是講到在 零 零七的地方 有沒有 OK 那如果有個需求 剛好 我希望 把剛剛匯率資料 這個匯率資料 除了說可以 匯製什麼 匯製成這個圖表之外 我希望 可以幫我存檔的話 欸 存什麼 存成Excel 也就是說 我希望 只要存什麼 存美元的匯率就好了 有點像是 我們假設 把剛剛 這個每日 這個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 當然它給了 好像有 十一個欄位 我記得 可是 如果我今天 希望 下載的話 只要把這個日期 跟這個美元 這兩個欄位 其他不要 我希望幫我下載下來之後 幫我 存成Excel 但以前 如果你用手動的話 你可能就另存新檔 Excel裡面可以另存新檔 存成Excel 但是如果在Python裡面 當然就不能用滑鼠 你就變成 你要透過Python的程式 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地方 待會我們有個延伸練習題 如果我希望 把日期跟美元對新台幣 幫我把它下載之後存檔 存成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這邊的話 就是利用上個禮拜講的 第七個單元 所以你可以開啟零七 那當然如果你要存Excel的話 第一個 當然用Pandas 所以這邊的話 有一個 這個模組 叫Pandas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給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的話 就中間這一塊 這個叫Data 這一個什麼呢 串列 OK 這個是一個串列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這個地方 這個的話 這個東西叫Index 那上面這一塊 叫Colens 也就是說呢 你必須有這三個部分的資料 那最後呢 才能夠組成Pandas裡面 有一個資料型態 叫做DataFrame OK 那如果你假設不是DataFrame的話 很抱歉 Pandas它就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規則 至於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反正它就是每個套件都有每個套件的規範 你就照著它規範給它 它需要的東西 就OK了 那你說老師能不能改 那可以 你就寫信給Pandas的那個 創作者 你跟他講說可不可以幫我修改 如果他願意的話 當然OK 可是理論上 大部分我們都用別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的話 當然我們會照它的規範 那這裡當然 如果要直接存成CSV 就是什麼 ToCSV 可是如果你要存成Excel的話 就是ToExcel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把To後面的CSV 改成ToExcel 那至於怎麼做 我想各位待會可以想想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一個 OK 就是我只有下載日期 跟這個美元的匯率 我希望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幫我把它存成這個 所以第一個DataFrame 你一定要先記得 中間這一塊其實就是Data 所以你就把這些資料 位給Data 這一塊的話 位給Index 上面的話 加一個Column 這個其實你 Column比較簡單 你可以自己建立一個字串就可以了 然後再位給Data 就存檔就OK了 可是 要怎麼做 這個也許自己想想 先想想看 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 還有講到有關Jackson 這個Jackson也是 應該對大家來說 應該也是蠻頭痛的 那至於Jackson的話 當然上個禮拜的重點 我們是 再講到有關底下這個 用這個 PM25的這個範例 所以你們可以在底下 找到這個PM25的這個 在第幾頁 第15頁的地方 就這個資料 這個Jackson的格式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你可以檢視資料 找到Jackson的地方 點選這個連結 它會跳出來 就是它原來Jackson的相關樣子 不過以前好像是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現在好像變得比較OK一點 因為它現在好像至少有一個結構性 以前的話就全部串在一起 如果說我今天要取得的資料在哪裡 取得的資料是在底下 應該在這個recourse這裡 那怎麼樣把這個recourse裡面的資料 還有recourse裡面的後面這些資料 把它抓下來 那怎麼抓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都頭痛 那其中的話 細節部分我稍微整理一下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那個 在我雲丹白板上面的 第十頁的地方 其實這邊的話 Jackson這個格式 主要是API 或者稱API的資料 那常用於程式跟網站 可以看到APP資料的交換 而且越來越廣泛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資料交換的未來之心 那它擷取的步驟 大概可以分成底下有四種 不外乎就是說 你可以先把那個資料先找到之後 貼到有一個叫做 就是Jackson的EditOnline 這個網站上面 然後先分析一下它的結構 那其中的話 最常出現 你可以看到 不外乎是大瓜糊 不外乎就是中瓜糊 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那就用字典去解析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就用串列解析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 然後最後講完之後 也是一樣 如果我最後希望 把取得的資料 上個禮拜好像是有講到CSV 如果想要把最後的資料 再存成Excel的話 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 先把上個禮拜的稍微複習一下 待會的話第一個問題 我們主要是 把上個禮拜的這一邊 就是匯率的這個範例 再多延伸出去 就是把它存成 存成什麼 存成Excel OK 這個地方 其實你們或許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百本的第六頁 其實我已經有把 怎麼樣存成Excel 程式是有寫好了 不過你也許這一段先不要看好了 你可以先試著做做看 如果可以的話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著做做看 要請大家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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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